李家超之恒是特別的 李家超本來有傳聞說 奉特首換屆的時候 或者奉五、奉十的大慶 這次是25周年 特區換屆 特區回歸25周年 奉五、奉十的大日子 也是一半的日子 適逢李家超 從林鄭的手中 拿了特首的職務 所以之前估計 可能國家主席 習近平很大機會 來香港走一趟 順便為香港設施展彩 而設施很大機會是故宮博文院 但結果 李家超自己上去北京 接受任命 亦是真任權模式 任命接受之後 似乎中央官員 不會有高層官員 來香港和大家慶回歸 或者在特首的換屆任職 不會有極高層官員的大動作 可能會有副總理來 這個機會是有的 不過你說中央高官來 未必有了 以至於故宮博文院 會不會等習近平來展彩 還是由副國級官員 來展彩 不知道 相信有機會 故宮博文院的開通時間 都不會太緊張 可能會探望晚版 快到10月1日 第10月1日可能習近平下來了 那時候下來可以一樣展賽 好了 李家超在北京之行 反映什麼呢 我們從各個方位 我們不是從單一方位 我們從各個方位 看一看李家超之行 首先香港社會期待有沒有 我相信真的沒有什麼期待 甚至有些人不太留意 李家超回到北京接受任命 一來報章是有報道的 但是大家可能對李家超的新聞 都不是太過緊張 甚至不是太過著重去看 所以香港市民 是對於李家超上京 是接受任命 不是太多很清楚的訴求 但是當然 暗地裡心底裡 大家一定希望 不用說了 疫情快 疫情措施快些過去 最好就不用斟止 最好不要再逼我們打針 最好就是社會盡快恢復 這個就是興旺 那些撿了的店鋪快點開 現在很多很多店鋪倒閉 撿了的 這些情況 我相信香港市民很清晰 好了 我們看看李家超 是上到北京之後 李家超本人 或者北京首先強調的東西 首先撇開李家超 是不是做特首 北京今次看高層次子的情況 是再講了北京對香港的看法 北京對香港的看法 勢頭劈軟 就是要講 當然他一定會講的 根據基本法 一國兩制 那人自講 高層次子 這些一定會講的了 這些已經講到 例非的了 大家聽完 都基本識背的 好了 重點的就是 他強調全面管治權的落實 在北京眼中 全面管治權是最放不開的一個 很重要管治香港的因素 全面管治權本身就說 北京對香港的管治是有全面和凌駕性的 並不是香港人自己高度自治 你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看北京的頭 所以全面管治權本身就是 意思定是一個框架 給你自己高度自治 高度自治本身就是有全面管治權在上面 靠著 抄著 北京講了全面管治權 強調了這一點 除了全面管治權之後 習近平也特別強調一點 都是在香港的管治制度上的言論 他就說他長期堅持完善了選舉制度 全面管治權如何保護 如何鞏固呢 就是完善選舉制度 全面管治權是來自北京的一個 對香港事務的一個大的看法 以及策略性的方向 而本身的完善選舉制度 就要香港特區管治班子 是全部來自外國者的 基本上北京講的話他們是聽的 不會異議的 就會繼續執行 所以金鐘罩首先上面 就是一個全面管治權 裏面再加一個 就是完善選舉制度 即是無論選擇特首的選舉委員會 立法會或者特首本身 都一定要充分外國人士才參與到 由選舉那個 不過去到被選過出來 都是一定要這樣做的 否則基本上都沒有辦法參與 這就是北京很清楚的信息 即有兩層架構 第一層是全面管治權 第二層是完善選舉制度 要長期堅持 好了 然後我就不說李家超 因為李家超始終他講話 都是不行 真的不行 他下來了 本身他上京之後 最接手最大的說話 不是全面管治權 因為全面管治權不關他的事 是北京的 對他來說 是長期堅持完善選舉制度 就是他應該來跟香港人解釋 或者他聽完回來 整個術跡 聽完最具體的 就是要堅持 長期堅持 不是堅持 長期 要長時間堅持完善選舉制度 那麼完善選舉制度 裡面有什麼呢 就不用說了 就是外國人士講 就是這麼多 好了 跟著李家超下來 他應該就要跟大家解釋 什麼叫長期堅持完善選舉制度 或者他會有些具體的行為 結果就說 長期堅持就是長期堅持 長期堅持就是長期堅持 講完就沒有講 真的有點廢話 人家期望你說多些 但是你說的就是 長期堅持就是長期堅持 好了 李家超覺得不好 我們找回一個盧文端 盧文端馬上補票 盧文端今天在明報 就會有一個文章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明報找不到這篇文章 真是奇妙 我在網站看的 就找不到盧文端文章 但是商台就說盧文端 就在明報撰文 究竟這一個 由商台收的訊息呢 是他看到明報的撰文 還是他本身收了一個指示 要出這篇文章 要出這篇文章 我就未接了 但是我剛才上過 明報網站 可能我的技術不好 我在文集裡 就找不到盧文端這篇文章 不知道明報是否以往 他都是放在文集裡的 裡面的session 今天就沒有 都好 我看的時候還未到九點 大家看一看 留意一下 龍文章這篇文章 究竟明報出現了沒有 好了 龍文章這篇文章 明報就說他強調了幾點 第一個 他演繹說長期堅持 就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 是較長時間 去保持制度的穩定 他說較長時間 保持制度的穩定 沒有說不給改 他沒有說到 他只是說保持制度的穩定 即是說保持愛國者治港 保持要經過篩選 或者經過綠燈 有紅綠燈的綠燈 你才可以進來選 這一個是要堅持的 另外 整個完善選舉制度 只能夠選出愛國者 不能夠有反中亂港的人 他說長期堅持 保持穩定的選舉制度 我相信不是不可以改 可以微改 但大改就不行 而且 改來改去 綠燈一定會出現 即是說 即使你將來去到區議會 可以補選 他都一定要你 拿到選委會的綠燈 即是說五個界別 又有多少人 簽給你 你才可以參選 即是簡單說 整件事就是說 本身你如果要加入政界 要代表香港居民發聲 你首先要經過這班哥哥姐姐 就是審核 他覺得你不是一個破壞者 不是一個 反中亂港的人 他才會讓你參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就說 《基本法》 相關的普選 相關的普選 落實是愛國者自講 這個講座 他說 他說在原算選的制度之下 長期堅持的目的 就要在《基本法》長遠去保證的雙普選 一定要在一個愛國者自講的原則之下進行 即是說 在《基本法》的兩個普選 即是說 立法會普選和特首普選 就算將來發生都好 都一定要首先要保障愛國者自講 即是說 加入去能夠做候選人的人 全部都要經過綠燈這個程序 簡單說 他說了這兩個原則 這兩個原則之後 盧文尊雀強調了兩點 他強調第一點 就是說 優想奪權 即是說 他仍然覺得有些人想奪權 他仍然覺得 經過雙普選舉制度 都沒有人可以奪權 甚至乎 一隻烏鷹都忽然進入了 一個人 一個就是 反中亂港的人 都進不去 好了 第二個 反中亂港的人 可能是說 我不知道 可能是說民主派 第二個 就是 中央沒有改變一個兩制 就是說 他強調 有人說 中央改變了一個兩制 他強調這不是事實 中央沒有改變一個兩制 為什麼沒有改變呢 現在完善選舉制度 是不是基本法所寫的呢 一國兩制其中最大的紀錄 就是基本法 基本法裡面有沒有寫完善選舉制度 有沒有說愛國者治港 有沒有說要綠燈的程序呢 我真的找不到 如果現在的程序本身是加下去的 就不是完全根據我們所知的基本法所執行 這是我的看法 但是呢 就是農民兆強調 就是 不要想去奪權 也很想奪權 也就是強調 就算 就算現在有這樣的措施 行了也好 中央沒有改變一個兩制的原則和方針 好了 跟著李家超呢 上到北京 他就被充分地肯定 包括認定他非常之愛國愛港 認定他在國安有貢獻 認定他獲得信任 這一個每個特首 在初期一定獲得的一個讚賞 這些可以說 基本上是一定出現的台詞 但是究竟李家超能否表現到呢 而導致跟著可不可以保障 即是中央對他的信任呢 好像真任權那樣 甚至林鄭月娥那樣 其實都見到改變的 就算林鄭月娥最初是充分肯定的 一定是賺到上天的 但結果他表現不好的時候 結果現在就連續自己的職位都不能延續 好了 接著就是 我讀一讀李家超曾經接見過李家超 習近平說的話就相對少 他講強調的就是高層次一點的 就是說要長期堅持完善選舉制度 以及強調愛國者治港 李一強一樣強調愛國者治港的 不過新華社就將李家強斷講話出耀了 這個重要的 因為他就算當時大家看到紀錄片拍著 新聞片段拍著他講的話 都不是我們未必抓到重點的 重點就是經過官方 放進去報道裡演繹那個才是重點 我逐個節讀出來他講過什麼 他就說 他就是依法施政 李一強就叫李家超 依法施政 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團結國家所需 發展香港所長 全力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 始終是香港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挑戰的堅強後盾 相信並且期待新一屆政府 就像廣泛一樣團結香港各界人士 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不斷提升管治效能 充分發揮香港傳統優勢 提高競爭力 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 加快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繼續防控好疫情、改善民生 著力解決市民大眾撤身相關的突出問題 努力破解民生難點、痛點 讓香港市民過得更幸福美滿的生活 整句話當中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它強調 要香港特區政府 第一 要廣泛團結香港各界 它不是說建制派 不是說建制派流羅 它還要說國派 即是非建制派 它都應該要團結 第二 它都要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不斷提升管治效能 即是跟林鄭政府不同 它沒有充分肯定 他們一定做得很好 它反而就是 你要聽清楚香港市民要說些什麼 做些什麼 要求些什麼 你要滿足他們 要有一個梁正善事 去給予香港市民真正的幸福 這個呢 它好像給了一個要求給李家超 要求就是要團結各界 要聽大家市民說的話 要急市民 急做市民所需 也要保持梁正善事 這個似乎是要求李家超做的 是叫李家超做的 某個程度上 李家超應該聽多點說話 很簡單 剛才所說的 保就業或者是之前的失業保障 兩個申請 現在香港政府都是碳萬版的 完全拖拖拉拉 人家等著錢告急 很多中小企等著錢 沒有錢出糧 要倒閉 沒有錢交租 結果保障就拖來拖去 搞到現在才申請批核 即是13.3% 是絕對慢的 所以 這個林鄭月娥的廢政府 如果李家超延續著同一個表現 我保證 中央的意思 可能好像深圳一樣 一炒一炒十九個官員 就不用說 你不是以為上了一個位置 就好像林鄭月娥說的 之前的幾屆 可以坐定粒粒做五連 任你花天酒地 任你上下其手 希望不是這樣 另外他就這樣說 他就說 解決問題的突出地方 解決痛點和難點 但他就沒有說房屋問題 一定是這個突出問題 他只是說突出問題 他沒有說例如房屋 他也沒有說房屋就是突出問題 其實現在在說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他沒有說深層次矛盾 他沒有說深層次矛盾 他是根本突出的問題 以及市民撤身利益的突出問題 痛點和難點 市民利益突出的問題就是 生活 就是生存 收入 不一定是關於房屋問題 如果現在 林鄭月娥搞到香港經濟一劈市 基本上你不用說房屋 那些人根本沒有錢買樓 你不用說這些了 你的價錢跌多少成都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香港市民的生活都成問題 連收入的下跌 供不起樓 買不起一些消費品 這個才是問題 所以 李克強的說法 他沒有判斷到 深層次矛盾就是房屋問題 他甚至不用深層次矛盾這個字 因為是太根深蒂固 深層次矛盾就等於房屋問題 他沒有說到房屋問題 在整段說話裡面沒有說過房屋問題 所以李家超回來 都沒有強調 是再好強調 當然他有背書的 要將建工程序加快 加什麼 要怎樣 那些他背書的 但實際上房屋問題是否真的一個重點 我個人會懷疑 其實未必是 因為現在房屋問題 隨著經濟差 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 不是沒有人有 不是很多人沒有屋住 不是這樣的情況 只不過住屋的成本太高 又或者擁有房屋這個慾望 是未達到 但是當大家如果發覺房屋會跌價 根本就沒有擁有房屋的意向 跟沙士之後一樣情況 2030、2005年 房屋市場很差 後來是因為自由行慢慢推高房價 之前的房價都比較低微了一段時間 如果大家看那時候的成交 就跌了很多 也都可以反映一點 房屋問題未必是將來 是兩三年一個最隻手可熱的問題 反而大家的生存、發展、就業 這些才是民生才是問題 所以李克強強調 他反映這樣說 他沒有說房屋是一個重要的民生利益 所關切的突出問題 他沒有說到 所有如果有關民眾的利益 自身利益的突出問題 他都要處理 不一定是房屋 處理問題當中 有痛點、有難點 都要征服 痛點很簡單 如果發展新界不大都會 痛點就會在新界那班原居民那裡 都要解決的 難點也是 難點就是 新界原居民一定會反你 一定不肯交他們出來 這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做法 又或者現在保就業 或者失業救濟 你說是否痛是否難 痛就是香港人在痛 是撤身利益 難是說 一時間有很多申請 我們處理不了 那為什麼包裝那些爛鬼的福袋 林鄭月娥包的抗疫福袋 為什麼你可以叫做廉政公署 都不用做事了 全部在包裝完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去到要保就業 或者要保障這個 失業救濟的時候 你就去慢條思理 這一個就反映到 林鄭月娥政府廢查的地方 至少你加超政府 不要這麼廢 如果再延續著林鄭月娥政府做法 你就一樣廢 好了 強調了這一點 他講了香港有三個中心地位 就是國際的金門中心 甚至乎美國和香港 終止了會計師的互換 互認的政策 互認的一個就是承諾 那就是協議 或者這麼說 互認協議 某個程度上 你說是否實質上有影響 是否解決不了 不是解決不了 你只是每一個公司 請兩組會計師而已 但是成本就高了 香港對國際競爭力便低了 國際一些大企業來香港 做區域總部的機會便小了 便更加益了新加坡 即是說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國際貿易中心 我有些怕 香港會面對一定程度上的打擊 貿易中心本身 就不是香港做出來的 貿易中心本身就是因為大陸出口 而香港受惠 做轉口或者出口而受惠 但問題就是 當大陸的出口本身都受到影響 香港作為國際的航運 或者貿易中心 都會一定受到影響 所以無論貨具碼頭 你看到貨具碼頭 現在刺激 航運中心只有一個開玩笑 現在香港的葵中貨具碼頭 是拿來拍旅遊巴 如果你在韓拍就知道 上面一架一架的 就不是貨櫃 是旅遊巴 即是說 現在葵中貨具碼頭 已經出現很多刺激的地方 就是貨具碼頭的營運 本身都已經大打折扣了 再加上貿易本身 就好看中國的出口 而金融本身 香港又看世界上 尤其是林鄭月娥那種 簡直說粗口 就是狗爛爛 即是說 什麼都死雞拆飯蓋 什麼都不認 什麼都自擅長 什麼都覺得不是 結果 就是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 我覺得都是吸不可危 都是很難維持 李家超如果不做些事情 根本無法維持 好了 不斷跌 而另一方面 就說要做個創科中心 即是第四個核心 也是十四五規劃裡面 賦予香港的一個 覺得可以發展的方向 香港如果要做一個 國際創新和創科中心 那麼香港要有人才 要有土地 政府要有政策扶持 這個究竟有沒有政策出台 林柱一路說 就說要用國際發展大國 十四五規劃 一路說 有關創科中心 有關創科工業 是一直都沒有扶持政策的 一直都沒有 結果就是死亡一談 完全只有一個講字 這個可以簡單地反映到 如果李家超繼續這樣施政的話 無論你說什麼口號 香港要保持金融中心 航運中心、衛月中心 這三個中心地位 加上要做國際創科中心 第四個建立第四個中心 基本上全部都不會做得到 你保持航運、金融和貿易都做不到 再加上香港要拓展多一個 創科中心 更加難上加難 那就是說 整段李家強的說話 基本上 其實給了一個非常強烈 和難度不低的要求給李家超 他除了看香港未來發展方向 他已經定了局出來 那就是說香港呢 除了要保持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之外 還要發展創科 那但是李家超怎樣推動到 是這些地方的改變呢 那如果用著林鄭月娥的 那就是規矩或者定律 繼續行走 死亡一條 一定做了十年也不會有結果 而且航運貿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會越來越下降的 雖然有傳 他也有想一想 李家超將會在10月11月 召喚全世界銀行界高層來香港開會 目的就是告訴他們香港是需要他們的 以及希望歡迎他們回來香港重甄大轉權腳 坦白說 你開過這樣的 seminar 如果你不帶備一些政策措施 別人不會來 聽也不聽 又或者是來之前 你仍然要在別人隔離7天 或者寫了距離措施 或者封關情況仍然很嚴峻的話 你根本別人就不會來 即是說李家超要別人來開會 或者要別人聽他說 你首先要準備一些優待 準備一些放寬 或者準備一些政策上的扶持 令到金融業願意在香港留下 好了 第二 就是本身你在國際的通行方面 包括了用航班用盤機制 包括了本身你在關口的一個閘 可能都要考慮放寬 如果不是的話 別人的銀行家都不會來 就算我作為老闆 是銀行家的老闆來 都要這麼大阻礙 何況是普通公民呢 如果普通公民在出入境出問題的 那怎樣可以保障香港的經濟可以持續運行呢 所以李家超簡單說 這次上去 他似乎不是完全讚美的 當然讚美說話是有的 但反而李克強的說話 你看清楚一點 新華社發稿 就是記錄李克強對李家超的講話內容 基本上句句都是要求你 你看看很清楚 句句其實對李家超也是要求 李家超根本要吃光背光這段說話 然後逐句逐個字去執行 如果現在用林鄭我的做法 死定了